我觉得美国这种西方国家是不太道德的 你自己做的事 你就要别人跟你做 做一样的事 别人跟你做不一样的事的时候 你就要去把人家怎么样 妖魔化 然后去破坏别人 然后就加以攻击 我觉得这种已经不是傲慢了 这种邪恶 在国际政治上这种邪恶心态 你凭什么人家跟你做法不对 就要去攻击别人 我觉得大陆已经讲了很多次 就是说 这个 主权 尊重独立主权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 这是一个原则 大陆是支持 而且国与国争端要用透过国际法 跟联合国土地来解决争端 可是呢 恶乌的问题 它是一个长久的历史上面 遗留下的一些复杂的背景 然后这个中国大陆会是按照是非取值 这个内衔来协助处理这件事 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在设法调节 它事实上是在调节这个 希望双方不要用武力方式来解决问题 它来调节这场贞单 这有错吗 对不对 这有错吗 那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中国大陆说 爱你说谁是谁对谁非 我记得那个华春莹在 在这个记者会上 西方媒体就说 你们认为普丁是不是侵略者 你们为什么不来谴责他 那华春莹就说 那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当时美国入侵伊拉克 美国入侵阿富汗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谴责 你们有谴责美国是侵略者吗 对 你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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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样的行动吗 对不对 我是觉得就是说 整个西方这种傲慢 其实后面有一种邪恶的动机 那我看了非常的无法接受 他们的做法是助长战争 我只能这样讲 那么别人要出来 想办法做一个调人 希望来从这个悲天悯人也好 主张和平的角度来 希望消敏这个战争 哪一个人做的对 你西方做的对吗 你西方 你要不然你真的觉得 你是正义之师的话 那你为什么在外面 你美国今天给了乌克兰这么多保证 对不对 那今天 泽伦斯也说 我给27个欧洲国家领袖打电话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有今天跟他讲一下说 你就好 我们欧盟没这么了不起 不值得 你用你们自己人民 这种农民小孩的这种血汗 来换我们一个这个欧盟的会员 不值得 你美国有告诉泽伦斯基说 北约也没那么伟大 我北约是要防止战争的 你因为要用方 要经历战争的危险来加入北约 你不要加入了 不要拿你老百姓的命 来换我这个 我这一个北约的会员 这个会员没那么了不起 可是这两个集团有这样子 有表过这样子态吗 从人类大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人命都是一样等价的 而不是你乌克兰的人命 比我德国人的人命不值钱 对人命 大家都是在地球上 都是这个生物 都是一样等价的 政治人物 不要只有自己民主 跟国家的这个短视 然后把别人的子弟送去送死 这个不好 我觉得这个看到这种西方这种操作 一定要把习近平拖进来 而没有看到大陆上在这场 他两个朋友间的斗争中 这种悲剧这种 第一个没有趁人之危 第二个真心诚意的 希望这个他的两个朋友都放下 发向干戈 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这一点比西方这些政客 跟他们这些战争贩子 这种跟他们的这些机构 我觉得高贵太多了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这个西方媒体 还有美国这种操作 不知道自我检讨 还要在这个时候 东拉西扯 把他这些 这个就是帝国主义的罪恋 那是21世纪 再一次向全世界人民 展现出他们这种帝国主义的 这种邪恶用心 然后呢 可耻可恶的这种 自私自利的心态 所以架贼石说 今天呢 如果希望中国成为战国调停者 那希望这个战争快点结束 他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 那你又要求他在这之前 去谴责俄罗斯 跟进制裁俄罗斯 那这个调停者的角色 中立角色就会失败 就会不见 于是这个战火就没有人可以调停 于是会继续无止无尽的打下去 那这个对于大家来讲 都不是好事 也许 对我刚刚讲对美国是好事 所以才会有要求习近平也跳进来 选边站 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 那这样俄罗斯怎么会让你调停呢 不可能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 像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在表决的时候 整个阿拉伯世界是站在中间的 他也是不希望这样站 他们很清楚啊 非常清楚 这个我看这个德国记者去访问这个阿联的外交顾问的时候 那个德国记者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跟这个俄罗斯脱钩 divorce 就跟他完全切断关系 那个阿联的那个外交顾问说 他说这个问题你不要来问我 这个问题你应该回去问你们德国的政府 你们德国政府什么时候决定要跟俄罗斯divorce 他说你们你们你们现在有禁止他的石油吗 你有禁止他的天眼气吗 你德国人在在在在在在俄国 德国公司在俄罗斯最大的投资者 你有撤资吗 阿联的意思是说来买我的油吗 这个意思吗 也是啊 没有啊 他是说你你有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你先回去问你自己的政府 什么时候要divorce 对 你们再来问 你没有资格问别人 可是这种就是一种 我觉得那个记者是 不知道自己的傲慢有多无知 这是这一类民族的 他们自己最缺乏反省的一面 因为无知产生的傲慢 然后傲慢让他变成无知 像这个德国记者问那个 问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外事故 就充分显现出来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世界 如果再让这种西方 过去这种弱肉强食的这种文化的这种 继承人的国家 还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怎么讲呢 在那边 呼风唤雨 呼风唤雨 散风点火 这个世界没有名誉的 我想 就是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恶国跟乌克兰 我是心里是很沉痛的 因为我看到是很多家庭的破碎 战争的残酷 战争的残酷 我也很不喜欢看到一个叫老弱富如拿着 没有办法保卫自己的一个武器 上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还要把他 变成民族英雄 还要把他神化成民族英雄 我不晓得在把他神化的这些人 适合局星 他是不是晚上睡得早 睡觉睡得很 可以睡得很安稳 那他要问一下 他所谓捍卫的价值是什么价值 是他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 还是人类共同有的 一个悲天敏人 一个希望世界团结和谐 希望人类没有杀戮 希望人类远离战争的 这种他们常常挂在嘴里面的这种 那他们讲的这都假的 我觉得这一次真是人性的一个 人性的一个试探 那我觉得用这个观点来看 整个西方媒体怎么报道这个事情 美国怎么看 美国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欧盟怎么处理事情 我觉得会有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在一个资讯越来越流动自由化 大家越有这个全世界各国 越来越相互更密切的时候 我想就是说 如果关心整个自己的 安身立民地方的 这个未来更安稳的话 都应该要从这里面学到 很深刻的教训 然后有看出来 很深刻看出来 国际政治 还有这些西方国家 这种邪恶跟恶毒之所在 那真的是深到你很难以忍受 这种的形象 。 ств